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他伪造文件 做假账 然后空头开始搭理做空 市值缩水四成 德国金管局十分重视这个事件 可是他们居然没有处罚ware card 而是保护 他们专门针对这一只股票设立了一个保护方案 就是禁止再增加对于这只股票的卖空 意思就是说 做做空差不多就得了 别赶尽杀绝 做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理由也很充分 这家企业对我们德国有经济重要性 股价暴跌 已经对市场信心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你们只是被骗 我们失去的可是经济信心啊 大家都知道 欧洲在互联网业务上落后中美 好不容易出现一家移动支付巨头 年轻企业犯错误 上帝都会原谅 管制一波 这事就算过去了 做空机构带着钱进来 希望大赚一笔 可是金管局却拉偏价 心里十分不满 接下来这波就是刚刚的这个事件 19亿欧元假账 事情爆出后 公司市值已经蒸发几十亿欧元 股价降到十几欧元 信用评级成为垃圾 前CEO马库斯·布劳恩已经被捕 有做空机构仅仅两个交易日就账面获利26亿美元 不过不是所有机构都能这么成功 早就有机构盯上了Wearcard 美国对冲基金阑珊资本 十几年前就开始做空这家公司 暗中等了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收获 直到2017年底 这个基金关闭 看来Wearcard股市风格很明显 搞不死你 我熬死你 好了 说了这么多德国企业作假 我们要开始介绍今天的正题了 其实也是有关系 就是大名鼎鼎的做空机构浑水 每隔几个月 中国互联网内容就会掀起一波流量 什么中国企业 资本 韭菜 说到这里 我简直要哼起那个著名的背景音乐了 太洗脑了 浑水 Madi Waters Research 全名浑水调研公司 专门负责挖料 接负面 调查上市公司做假 我们先不用评价他们打假是不是良心 这是一家经济利益驱动的公司 只要规则允许 人家就是可以这样做 创始人叫卡森布洛克 美国人 1977年出生 从12岁起就梦想到中国淘金 他的这种想法与他父亲有关 他父亲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人 有一家小的证券分析公司 经手过多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业务 他不断告诉儿子 研究中国企业可以赚大钱 2005年 他28岁 拥有金融和法律两个学位 金融会法律相当于流氓会武术 他从美国飞到了他的淘金之地中国 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了15个月 还创办了一家自住仓储公司 生意惨淡 与他接触过的人说他比较傲慢 有些不安分 创办这家公司时 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性格 他认为园区经理侵吞资金 展开了长期对峙 一度住进了自己租赁的仓库里 准备好食物 水和一台发电机 在窗户上焊了铁条 与园区经理持久战 这场对峙最终以美国领事馆的介入收场 在来中国的前五年里 他赔光了所有的钱 第一次创业失败并没有影响不服输的布洛克 在中国几年的历练和对中国企业的独特观察 让他坚信自己能在中国发大财 很快 机会就来了 2010年初 他父亲的公司有意调研东方纸业 请布洛克帮忙查查这家公司 东方纸业是河北的一家造纸企业 最初在纽约泛欧证交所上市 2009年转到了纽交所 1月份布洛克来到公司实地调查 他谎称是代表美国的一家公司 来给东方纸业做积极性报道的 于是公司就让他进去了 进去后发现 这完全不是上市企业的样子 就是一个小作坊 公司大门废弃 仓库陈旧 工人无所事事 库存基本是一堆废纸 只能参观到两条破旧的生产线 一旦展示到生产设备和公益知识时 参观速度就大大加快 并且参观者被多次警告要求离开 访问结束后 他要求东方纸业付一大笔千金 以完成他们的这份积极性报道 不过被东方纸业拒绝了 当然 这是东方纸业自己的说法 布洛克肯定知道 到美股去做空 收益比这个大得多 他当时的做法是先调查 然后把报告卖给做空机构 做空机构去建仓 再发布报告 做空机构完成收割 浑水完成的是卖信息 卖分析成果的工作 至于他们自己成立的对冲基金 完成下游的整合是五年之后的事情了 布洛克的风格就是我要拿出证据来搞你 他不单去参观了一家企业 还组建了一支队伍 有十个人 包括会计 法律 财务 制造业相关人士 奔赴五个城市 聘请四家律所为外部顾问 形成了一份39页的报告 设备老化 厂房停产 工人代工 还宣称2008年的营收扩大了27倍 2009年夸大了40倍 公司市值至少被高估了10倍 报告出来后第二天 东方纸业的股价跌13% 48小时跌55% 美国证监会也启动了调查 东方纸业股票后来改名了 原股价最后停在0.97美元 比起浑水出手之前 市值蒸发了90% 浑水的搞法确实是有理有据的 比如 东方纸业声称生产线年产量36万吨 但中国没有一条生产线年产能能够超过20万吨 这你无法反驳 再比如 按东方纸业的收入规模 浑水测算 在一天中大约应该有100辆货车进出仓库 但实地观察 只有一辆卡车在工厂门口懒洋洋的空转转 也没有装货 当然 这录像都要拍下来 浑水还能从一些财务数据中发现问题 东方纸业2008和2009年的存货周转率为16到32次 远高于同行业的4到7次 东方纸业的前10大客户在2018和2019年仅有20%相同 表明公司客户极其不稳定 而2009年10大客户中有9名是没能力采购那么多产品的 因为这样的购买量都超出了这些客户的营收 我们从中能看出浑水对付财报的两板斧 第一个叫发现重大不一致 第二个叫发现好的不可思议 这种情况的财报很可能在浑水摸鱼 浑水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中国成语浑水摸鱼 他的一位上海朋友曾经对他说 小时候到乡村钓鱼一直钓不上来 于是他开始搅动池塘底部的淤泥 让云不得不浮到水面上来 布洛克觉得很有意思 就用浑水来做公司的名称 搅动淤泥是需要下场干活的 相当一部分是刺探情报 想象起来甚至有些刺激 他们会通过一切手段接触监视 甚至窥探目标企业 查通方职业时 他们不满足于工厂安排的既定路线 秘密潜入其他生产线和仓库偷拍 还在工厂门口监视运货卡车进出次数 以推测存货周转率和实际业务量 在调查灰山乳业时 他们动用了无人机拍摄饲料基地 获得大量饲料生产厂家停产的照片 最后以灰山乳业采购的饲料包装为线索 确认了该公司高价采购美国进口饲料 而不是公司一直宣称的降低饲料成本的说法 浑水调查灰山乳业是从毛利率开始的 公布出来的毛利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值 灰山乳业声称在辽宁康平县 有一家生产设备公司 总投资88亿元 但浑水去现场看 除了一群奶牛雕像 什么也没有 浑水与灰山乳业交锋几个回合 最终以灰山乳业债务危机 长期停牌告终 在这种李局福的风格下 浑水开始不断约中国概念股 带着相机一起爬山 浑水公司成立10年 一共做空了35家公司 平均3到4个月一家 许多重招的公司累计下跌超过90% 中概股公司有18家 占一半以上 被交易所勒令退市的中概股 有绿诺国际 中国高速传媒 多元环球水务 加汉林业 网秦 灰山乳业 当然浑水也不是百发百中 能扛住的也有 新东方和安踏体育就击退了浑水 2012年浑水做空新东方 股价从128美元一度跌到10美元 经过一年半的调查 美国证监会和奥本海默基金分析师 都证明新东方没有问题 安踏体育则被浑水做空5次 最后浑水实在找不到有利证据来指控了 中国芯片公司展讯通信 浑水认为其关键财务人员连续离职 运营现金流突然增长 十分可疑 事后声明 展讯的资金增长只是技术突破后的必然现象 浑水只得公开道歉 早在调查东方职业与绿诺科技两家公司后 浑水在投资界已经很有名气 出现了一大批竞争者 直到瑞幸这颗原子弹放出来 让浑水真正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调查瑞幸咖啡是下了本的 雇了92个全职和1400多名兼职调查员 收集了2.6万消费者的小票 录制了1.1万小时店面流量视频 包括620个直营店 981天营业日的全部营业时间监控录像 还搞了大量的内部微信聊天记录 这才支撑起89页的做空报告 咖啡行业的收入等于订单量 乘以每个订单商品数乘以单价 浑水发现三项数据都夸大造假 订单量夸大72% 每日商品售出量 去年第三季度虚增69% 第四季度虚增88% 单价夸大12% 瑞幸咖啡说多出来的钱 用到广告支出上了 跟踪媒体发现 广告支出去年三季度 至少夸大了150% 最后的结论是 瑞幸在去年第三季度 门店营业利润夸大了3.97亿元 浑水调动了这么多的人力 并不是他自己公司的 把实地调查 这样的脏活累活外包出去 自己多做资料收集 法律 财务等附加值更高的工作 才是一个经济有效的办法 比如调查瑞幸 就是浑水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也是一家中国的资本公司 委托两家中国的咨询公司调查的 这里面也很有故事 其中一家咨询公司 有一个客户 是一家风投企业 这家风投啊 曾经投资了瑞幸的A轮和B轮 浑水报告发布后 这家风投立刻终止了与该咨询公司的合作 这次被发现作假的德国企业 维尔卡尔 布洛克也早就评价过 他把法国 德国的监管部门喷了个遍 在这些国家 做空机构不被欢迎 质疑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本来是帮监管部门发现线索 但是往往被调查的 反而是做空机构 浑水质疑了法国超市集团Casino 法国就调查浑水了 最终做空没有成功 说到维尔卡尔 布洛克无奈地表示 你还不如指控一家 金巴布韦公司 存在腐败和欺诈 因为在德国似乎没人在乎 这绝对令人震惊 2015年底 布洛克创办了自己的做空机构 浑水资本 把自己的下游打通 与其把研究报告 卖给别的做空机构 还不如自己来 现在他掌握了 大概2亿美元的资金 布洛克一直在强调自己的道德 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道德的卖空 他呼吁要清除那些道德败坏 欺诈股东的上市公司 同时 浑水也是一家嗜血的资本动物 使用激进的做空策略进入市场 是典型的刺客型英雄 他只会从那些T加零 没有跌停机制的股市里面选择股票 这样可以保证股票当天完成交割 股票跌幅达到最大化 用最快的刀割最多的肉 上市公司往往还来不及反应 来不及解释 资金就已经离场了 可是浑水夸张的言论和春秋笔法 也饱受争议 一些调查缺少根据 缺少证据 有的甚至仅仅是凭工猜测 对上市公司也造成了切实的损害 批评人士认为 浑水的做法常常带有一种响亮的小报风格 强调引起关注 散布谣言 当然 中国的上市企业 还是要先做到自己没有问题 就像新东方 安踏 展讯通信那样 才能够抵住做空者的冷见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请大家能给个一键三连 如果你没有弊了 请给我点一个赞 这样就能激励我们更好 更多的做下去 我们还是搞一个抽奖吧 今天还是抽书 这本书叫双底线思维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实践 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 作者是毛振华博士 他对过去十年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有很多回顾与思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和国内外的复杂环境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体现了稳增长 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 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这是2008年以来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 从这个视频 B站上线的48小时之内 使用666购买观察者网会员频道观察员的 我会从中抽取20位 每人送一本这个书 价值是59元 观察员是观察者网的会员频道 每年收费是198元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可以利减10元 相当于每天不到6毛钱 也暗合了我的邀请码666 购买或者续费 本来就是有礼品的 三选一 温体军老师的书区一副 官网的背包 官网的T恤 抽奖的书是额外加送的 观察员 网页段 member.观察.cn 在手机段 各个应用市场搜索 观察者三个字 注册之后即可以购买 我会在我的个人账号上 公布抽奖结果 并且在那里与大家进行一些日常分享 好了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一个赞 下一期会在周日上午10点半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